怪兽开始攻打安利亚森林王国了 小动物们都很害怕 就在这时国王斯鲁巴出现了 不愧为是国王 出场的方式这么霸气 国王宣布安利亚王国保卫战 正式开达 英武清令 开始布下陷阱 据说这个森林王国里有十个机关 可以阻挡怪兽攻击 这里有三个大树叶 可以让动物躲藏在这里面 里面好大的空间呢 这里还有个陷阱 恐龙一踩就会掉下去 这个机关太棒了 这里还有个锁道 小动物可以从这里滑下来 这里还有个升降台 可以上到任意一层 很方便 这里有个大滑梯 可以迅速下楼 真的很好玩 这里还有两个躲避窝 小刺猬哈迪 可以轻松躲在里面 这样怪兽就不会抓到它了 这里还有一个 水揽露的 也可以轻松躲在里面 真的非常安全 哇这后面还有一个超大的躲避空间 小动物都在这里面 会很安全 大恐龙也没有任何办法呀 而且每个动物都身怀绝技 看来怪兽这次有来无回呀 第一个出战的是 长颈鹿 艾米尼 一个长长的脖子 脑袋和脖子都可以动 一个大甩脖 长颈鹿把暗黑火焰打败了 第二个是大犀牛 塞勒斯 脑袋是可以动的 一身的铠甲 这么大的怪兽 那他也没有办法 还有个可爱的小刺猬 哈迪 战斗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缩成一个球 可以在运动中扎死对方 还有个专属的底座 真的很好玩啊 这里有只可爱的小水塔 还有一个专属的底座 脑袋 腿 尾巴 都是可以动的 非常灵活 也非常可爱 还有我们的传练兵 小鹦鹿 艾迪 翅膀是可以动的 脑袋也是可以动的 哇 也太可爱了吧 进入战斗状态 上面两片大树叶 不仅好看 还起一个防护作用 展开非常大 和尚 可以保护小动物 尾巴 开始一层 两个怪兽 已经被打败了 我宣布 安利亚王国保卫战 胜利了 安利亚已经十周年了 小动物们用战斗 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为安利亚动物王国 じゃあよ